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件事情 除了昨天我送给各位中短旗鼓叫壮志凌云之外 今天我紧急追加了一档 颇段潜力鼓 叫做点识成金 为什么会在今天紧急追加这一档 因为我在盘中看到点识成金的盘口语言 它的盘口语言叫做外语言丹 好 待会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先看一下大盘 台股在开盘就往下掉 礼拜一到礼拜四都拉下影线 今天拉不回去 成交量创了破断新低 只有五到六百亿 为什么礼拜一 为什么量会缩 这第一个 为什么礼拜一到礼拜四都拉下影线 今天拉不上去 原因只有一个 欧美系的外资休假 为什么休假呢 是因为耶稣受难日休假 所以他们的这个复活节 就是礼拜天是复活节 所以我们连放三天 好 所以也就代表今天晚上的美国五十是休十一天的 所以呢 外资少了 我们的成交两天掉下来 代表我们内资的部分 活泼度并不够 只有不到六百亿 少了外资我们量就缩成这个样子 好 那没有下影线 也就代表的前四天的下影线 都是外资拉上去的 好 都是外资拉上去 你看 前四天有外资 所以每天都有下影线 今天没有外资 所以没有下影线 不过你也记得一件事情 我有跟各位谈过 说高档下影线是没有用 好 我有跟各位谈过 这种下影线放在高档完全没有用 要不然就直接攻了 防守是没有用的 就像盘口语言常在讲 盘口语言 如果你的外资格是放在盘下 那没有用嘛 你要放在盘上准备攻才有用 外资格是攻 内资格是防守 所以内资格在盘上也没有用 内资格要在盘下才有用 这个有时候我们在判断的时候 要稍微留意一下 然后再回来回想一件事情 我只能告诉你 虽然留了长下影线 但是量说不认低 好 你可以很明显吗 为什么量说不认低 因为今天量说得更小 量说是不认低的 真正要认低点 那你必须要放量往上拉 那个才可能去造成所谓的低点确认 否则成家量萎缩下来的下影线是没有用的 好 回过头来 有人在问我今天排名当中谁最强 央行在昨天降息半码 降息半码符合预期没有任何的变化 所以理论上没有任何的一个变动 但是呢今天的营建股很强 降息对谁有利 营建有利 对金融不利 好 我们就看这两大类股 好 我们就看这两大类股 营建类股大涨了3.98个百分点 将近4个百分点 好 这是有利的部分 没利的部分 金融股跌幅只有0.16% 所以代表什么事情 代表金融股已经完全反映掉了央行降息的利空 那营建股为什么那么厉害 除了央行降息之外 房贷的管制松绑也对营建股有利 那营建股会不会成为下周的主流 短线会 中线不会 那为什么呢 因为营建股它具备了几个题材 第一个 第一个叫做高值利率 对吧 第一个叫高值利率 第二个就是该谈到的房贷的松绑的一个效应 可是真正的高值利率的部分 所谓值利率是你什么 配得习去除以你的股价 当股价涨上来之后 你的值利率就掉下来了 所以呢 营建股它有高值利率的诱因 那只是短线 长线还是要看所谓的一个 这个景气的一个回温 所以呢 我认为营建股在下个礼拜 或许一两天还会动一下 但是呢 中期的波段还要回到电子 那在电子身上要怎么做 好 我们待会要进广告了 在进广告之前呢 再强调一次 我的体验全新人生的活动 在今天是最后一天 那第二个部分 今天会紧急追加一档 好 这一档波段的潜力股 那欢迎各位打电话进来 点识成经 那我们休息一会儿进的广告 大家欢迎 欢迎回到解决现场 那最佳这档点识成经 昨天送给你壮志凌云 所以没有来索取壮志凌云的还可以来索取 壮志凌云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因为它今年的配息还蛮高的 所以它现金值率高达6.7% 将近7个百分点 所以基本上它股价不太会跌 今天小跌一下 因为电子股今天比较弱一点 但是呢 它的股价金值比是在0.85倍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 它的价值还有低净值比跟高值利率 那再加上它切入到ADS的一个领域 ADS叫做什么 叫做自动这个驾驶系统 就是车链网的概念 所以呢 壮志凌云因为还没有大涨 所以你还可以来索取 那已经来索取壮志凌云的 今天一样 我再紧急追加一档 波段的潜力股 壮志凌云是中短线 价值股永远都是中短线 那所谓的成长股才是 这个所谓的一个中长线 所以今天的这档 紧急追加的波段股 我看我为什么要紧急追加 除了外资连续两天站在买方 就是礼拜三礼拜四 站在买方之外 那今天还不知道 但是呢 另外一个部分 我在今天看到它的盘扣源 它的盘扣源出现了外远单 这一部分大概在 这个它在外盘的远单 所以它的内盘的部分 我念给你听了 八三块半是十九张 八三点四是十张 八三点三十八张 八三点二十一张 八三点一只有十七张 也就是内盘的部分 内盘五档 都没有超过二十张的 外盘的部分 最外盘的三到五档的部分 是一百一十二张 一百四十九张 跟两百零六张 所以它外盘是很大单 大概五百多张 压在那个外远单的部分 这是在十二点四十三分五十四秒 我把它印下来 所以出现外远单 外远单是代表什么含义 代表它的压盘嘛 它代表是 它要散户把股票杀出来 所以你今天来 索取了这一档点石成金 我会给你一个关键价 这就是从盘扣源的角度去看 关键价 当你突破这个关键价的时候 代表这支股票的洗盘完成 那你的买点就出来 所以当你来索取的时候 也一定要索取关键价 当外远单的状况出来 我们要让它成功 我们就必须要有关键价 所以关键价也会给各位 那为什么选这一档 因为它在去年的营收 达到了十亿美元以上 十亿美元代表什么含义呢 代表外资会来关注了 十亿美元是一个门槛 营收竟然能够创历史新高 而且达到十亿美元以上 今年应该还会成长两位数 第二个部分它切入到互联网 跟车联网的领域 那互联网的部分 我用车联网好了 因为我这边时间不够 在车联网的部分呢 它跟欧洲的电信业者来合作 那么而且重要的是在去年就已经出货了 而且最重要的关键点 二元营收 二元营收竟然年增五成 二元营收年增五成 代表什么 代表它的营收动能非常强 所以这两个股呢 那么点石成金 那么送给各位 紧急追加一档 波段的潜力股 除了昨天的壮志凌云 中短线股之外 今天免费再责售给各位 追加一档 波段的潜力股叫点石成金 那对于大盘的看法 我认为下个礼拜台股的部分 你有几个观测点 第一个观测点 成交量 当外资回来的时候成交量 难不能够放大到九百亿以上 我跟各位谈过这个五日军量 跟二十日军量的概念 那你放大到九百亿以上 你才代表人气回来 如果你永远在九百亿以下的一个游走 那代表什么 人气在涣散 所以短线上面就要非常小心 第二个部分要观察的点 就是下个礼拜 我们可能会碰到的状况 红下链 因为三月底下铺的一个债务要到期 那现在是不是让他延一个月 那是不是能够接受红海的条件 所以红下链的部分 在下个礼拜 他的进展如何 他会影响到红家军的股价 那红家军的股价会影响到谁 影响到集团会不会在季底座上 所以这是第二个观测点 第三个观测点当然更重要 投信的最后一周 那个拼绩效会拼得非常厉害 投信任养股 他后面的观测 他的一个动作如何 这就是我们观测的方向 当然更重要跟各位分享 今天的体验全新人生的活动 那么优惠活动在今天是最后一天 然后今天紧急追加一档点时成绩 欢迎各位打电话进来 谢谢观看 明天时间再见 拜拜 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